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帮助人上市 配售资金 做企业 把股票卖给人 全卖 例如IPO生产股票 概念是普通供应链看待 IPO将公司变成股票 股票卖出街 全卖 投行分析员 做企业 货币股市场 ECM 全卖 什么叫购买 例如一些基金 私人银行客户负责买东西 例如公司上市 要找基金买股票 基金角色负责付钱买股票 即是购买股票 或是股票资金 私人银行客户 买一些投资产品 买一些合约对赌 这叫购买股票 大致上分售购买股票之分 分别一时三刻都很难理解 这是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从供应链和消费者的角度 想想投资银行产业链如何形成 售购买股票及购买股票 各自互相互有良好互动 中间有一些招牌 类似于PR性质 所谓公司的购买股票 所谓公司的购买股票 售购买股票之间有什么互动 其中一个例子 有间上市公司 例如找一些基金 基金不会白赚 可能客人有指定要求 或是他想购买股票 作为售购买股票 唯有凹股票找不同的购买股票 可否解决这个疑购买 类似中间的购买股票 是有价值的 亦衍生了整个行业的产业链 那些基金可以如何接触 就是透过这群人接触这些上市公司 当中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接见分析员去售购买股票 或是基金经理 看看公司是否可行 分析员可以去约见 第二就是投行安排基金佬 去参观业务厂房或见一见老板 其实这些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大家之间都可以有很多行业务 我以前是一只售购买股票的基金 当时我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当然我比较年约 不会托大或进去做基金竞力 没可能是痴妈筋 我都要做年约的角色 当时如果用整个宏观角度 我会负责与售购买股票的计划 因为售购买股票的计划是有价有市的 亦都是值钱 虽然我觉得这些计划是无用的 但不要紧 客户喜欢看 就要负责整理一些有用的资讯 或者帮他去售购买一些有用的资讯 去传送给客户 虽然我觉得售购买股票的计划 很多时候都无用 甚至乎那些预计划是很差 很简单 经常说大行预计腾讯升到600、400、500 那些就是Salesize Report Salesize Analyst 评估完公司之后写出来的报告 当中可能会有目标价 当然正常人都不会相信目标价 因为目标价根本不知如何计算 背后有很多模型、价格 甚至乎行业持重货时 会有个诱因去写好那份报告 所以你不会觉得那份报告是客观公正 又或者很准确 事实上也不准确 但anyway BuySize客户很相信这些Salesize Report 可能是美资大行、欧资大行的名字很厉害 即是Goldmansec、JP Morgan 名字听起来很厉害 客户买 所以就算报告是没有用 我作为一个BuySize人 我都要负责整理这些Salesize Report 整理一个Presentation 去计划给客户 这是BuySize与Salesize之间其中的互动 虽然报告很没用 但也是要这样做 其实BuySize的角度 很多时候未必可以直接接触到Salesize的客户 Salesize的客户就是上市公司 BuySize不会直接去逐间上市公司找 通常是Salesize的人去取行专项 即他们会做主动去联络BuySize的人 我们有几间公司 可以安排一个旅行 或安排上市公司管理场对话 有没有兴趣 通常由销售方式主动促成 销售方式只是参与或取资源角色 当时我的角色是这样 负责接合销售方式的人 销售方式的人兴趣 作为小学校的角色 可以痛感到某大行的销售度 我想要这些数据 可不能把圁ары或原本原本本素资因 他 metros可以 gall 愿意带ледados 给这些数据遮我 但这些数据当然不是我找出来的 是他们找好计好 整理完再传给我 是因为购买的人 亦会订阅购买的人的服务 购买的人会比较钱去买他们的报告 又或者买他们的支付服务 所以我可以借用公司的键头 去点购买的人做事 很多时候老闆都会折托 要用一些很奇怪的数据 但我不是一个很研究研究的角色 不会突然拿到什么以色列数据 有些数据不是 是可以解决到大约六成的问题 有四成的问题是不知怎样解决 有四成的问题只能够找出不同键头 不同键头是有不同的专业 例如李昂的报告 个人认为分析宏观大事 或者用宏观的数据是比较仔细的 而汇丰的报告是看得比较好 那时你要知道哪个键头是正于哪样东西 又或者知道你本身有没有买到那几间行的服务 你才可以折托那些行的人 去给予一些资料 那时就是负责其中一个job role 或者其中一个job duty 负责去做这些事情 Boomberg是很厉害 但Boomberg不能帮你解决太多的问题 尤其是你那些资料太离奇 太奇怪太特别的时候 你便要问那一批做这些职业的计划 去帮你 而那些计划是会帮你 因为你给了钱 你问他拿回原材料 或者有更多问题去问他时 他会回答你 甚至可以打电话跟他聊天 那时我都很流行打电话跟分析员吹嘴 但是分析员有很多都是外国 他们电话说英文很麻烦 通常都是电话跟电话 因为中文说的数字都觉得很浅 很麻烦 不如用电话直接问他哪一年 哪个数字 为何这样 这样会好些 那个交易会好些 当时就是负责这样的功夫 算是挺有趣的role 所以buy side和sale side之间的协作 可以在这个层面发挥出来 我作为当时buy side的小小员工 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 如何跟sale side的人互相合作 至于安排分析员见面或见机会经历 当然我未去到那个层次 那些层次的操作 会由中间的entity负责 联合不同的人去见机会 而这个entity是一个既关的角色 亦衍生了一个新的产业链 但最近因为一些法规上的问题 这个角色开始慢慢模糊 以及我刚才所说 buy side与sale side之间是一些分析员报告之间的互动 都因为一个新的法规都慢慢模糊起来 这个新的法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下集再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大家对今集的踢爆金有兴趣的话 亦都欢迎去like skyfinance的facebook page 以及youtube专页 亦都可以支持我运水的个人专页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运水